被人警长突然惊恐地发现 车窗外竟然聚集了一群伪装成人类的怪物 可他们的车子还没有修好 现如今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服饰之上 祈祷着服饰能保护他们活到黎明 然而这时车外突然传来一阵呼喊声 这是怪物们诱惑人类的手段 警长深知这一点 因此并未被欺骗 但对于首次来到小镇的尼克来说 他却误以为是救援人员到来了 于是急忙想要打开车门出去 好在警长及时制止了他 警长解释说外面的并非人类 而是一群喜欢吞噬人类内脏的怪物 如果尼克想要保护自己的儿子 那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待在车内 等待天明时那些怪物们自然会消失 听到这番话后尼克终于平静了下来 为了儿子的安全他决定不再冒险 可他并不知道 随着救援队伍离开的妻子和女儿 此时却遭遇了意外 由于救援车突然发生故障 他们只能选择徒步返回安全屋 但此时夜幕已深 四周都充斥着危险的怪物 等他们到达安全屋时 屋内的人员看到他们后立刻拉下了警方 所有人进入了戒备状态 愿凭他们如何敲门都不予理睬 因为在夜晚 没有人能分辨他们究竟是怪物还是人类 就在这时一个少年突然向朱莉打招呼 口中不停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朱莉的眼神瞬间变得空洞 显然他已经受到了怪物的诱惑 幸好副警长及时出事 一枪击中了少年 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少年却并未受到任何伤害 眼看着他们即将陷入险境 女首领急忙命令光头打开房门 这才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但等他们进入屋内后 母女俩立刻便被绑了起来 这是每个新来者都必须经历的程序 这是为了在防止怪物混入其中 很快这对母女便被强制分开隔离 首领安抚女人不必惊慌 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意外来到小镇的 他们还算是幸运的 而那些深夜才发现被困于此的人 他们根本无暇了解周围的情况 便遭到了外面那些恐怖怪物的残酷分尸 然而此时女人的心中 只想着仍被困在房车中的丈夫和儿子 此时另一边的房车外宣泄声仍旧持续不断 那些怪物甚至已经攀上了车点 警长急忙安抚众人的情绪 强调只要浮尸还在怪物便无法侵入 他提醒大家只有保持冷静 才能避免被怪物趁虚而入 果不其然不久后周围便恢复了宁静 但令人疑惑的是 夜深人禁食尼克却突然起身 好奇心驱使他取下了服食 医生健壮急忙想要阻止他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好在这只是一场噩梦 他们幸运地度过了这个夜晚 救援队伍也在此时赶到 看到大家安然无恙都松了一口气 新来的人需要选择住处 一个是住在安全屋 大家相互依靠共度难关 另一个则是迁入小镇住宅 那样虽然拥有了更多私人空间 但面临的危险也相应增加 如果选择小镇住宅 他们必须在日落前检查服食 有孩子的家庭还需要严格监视窗户 因为怪物常常诱惑人们为其开门 而孩子们往往更容易受到欺骗 当然小镇也制定了一套严苛的惩罚规则 若有人违反规定导致居民丧生 则需要被关入铁皮屋 铁皮屋里没有服食 住进去基本上就意味着有去无回 女人好奇地询问这项规定实施过几次 牧师却表示从未启用过 但今晚江城会是首次 在详细介绍玩小镇和安全屋的情况后 尼克一家面临了选择 原本以为他们会一致选择住宅 却没想到女儿竟然独自选择了安全屋 或许他觉得父母更偏爱弟弟 因此这次他选择了任性一把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夫妻俩都感到难以接受 他们非常担心女儿的安危 迫切希望能将他劝回身边 然而此时警长提醒天色已晚 他们必须尽快回到各自的住宅 为了让夫妻俩安心 警长表示自己的儿子也住在安全屋 他会让儿子尽可能照顾好女孩 在牧师的安排下众人纷纷散去 而今晚正是执行惩罚的时刻 由于罪汉害死了自己的亲女 他将被判在铁皮屋中度过一整晚 看着心如死灰的罪汉 警长只能多加两把锁 祈祷他能挺过这个夜晚 可在大门关闭的那一刻 罪汉的命运就已经注定